兩分鐘 你不早說 真的當作聊天嗎 何鏗 還有一分多鐘 我們今天講菇類 是呀 菇類和香港腳的拉扭 不是菇類和香港腳的拉扭 好像上次說的你還記得 是說它是同一個Kingdom來的 很多這些東西 會吃掉死屍 有爛了的東西 有陰陰濕濕的東西 有吐的東西 它就在那裏吃那些東西 有毛菌 菇類 yeast 念珠菌 都是同一個類型的 那譬如你想想 就是香港腳的腳趾那些位 還有那個 對 你想想其實一雙鞋裡面 一雙腳有多少真菌 都是真菌類型的 所以菇類你會聞到 就是你會發覺 做芝士 香港腳 都是一種有種味道 那你想想 有沒有試過浸冬菇呢 其實它會令你流口水的 它都是那類 沒錯 有沒有流口水 聞些菇 還未煮熟的 聞些冬菇 有沒有覺得 好像口水 好像濕濕的那樣 不覺得很野味 你不覺得好吃 有味道 那味道呢 味道只不過是調教的 當你放進去那一刻 覺得好吃 其實 有問題 趙芬士 你答不答 有什麼問題 你開始答問題 就一直答很多問題 我平時都答很多問題 那就可以答很多很多問題 那你以後就要答問題 你不可以一開始就不答問題 是吧 我們一開始不如先說了個顧慮 然後第二節或第三節就答問題 那但是你又不可以 一個星期有問題 一個星期沒有問題 那些人都罵了 很不喜歡 還有 我給了你的電話 他們說 上一次 你去問那條問題 不夠好 然後他說浪費了些時間 你覺得容易 硬意 什麼問題 你上次問 你來吧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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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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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你好 好 如果 你好 小�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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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冬菇雪耳木耳 蟲草 还有灵芝 都是菇类来的 还有香港脚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kingdom来的 香港脚呢 念珠菌 灰甲啊 都是同类的 痛类啊 首先你有没有觉得那些味道 它是很惹味的 怎样惹味呢 有些人觉得冬菇 它浸完水之后 闻一下它 好像 比落味精好 它的味道很惹味 它属于一种kingdom 叫做fungus fungus是一种 fungus是多的 它专系做什么呢 就是吃了一些烂了的 烂了的东西 就是吐出来 烂出来的东西 有些死屍啊 有些东西 它在咬 Fungus的面包都是同一个kingdom的 就是那些东西 你会闻到就是 有些味的 你喜不喜欢那种味 就是很个人的 但是肯定 就是说它是有个 有个味道的 这种糧的 通常的糧糧淋 古 Woman 哎唰出来 它就吐出来 因为它要吃 祈语的 而它呢 吃著的 过程 它会漏出一些汁 很多东西都不能加 dark 他的身 譬如它漏出出的 毒àn 细菌 都不可以走进了 很特别 它会制作了 rate 而那 nope 如果你还煮 expecting that water 你会发觉 在uz що 即是煲煲一下它会融出来 其实你不用煲它,当它生在外面的时候 它都会出了一些汁滴出来 会令到其他那些 其他菌类不能走进去 在医术界里面你会发觉,咦这东西挺特别的 不单它可以化了一些 在泥里面化 头发呀 皮呀什么都可以化了 整条丝都可以不见了,因为有菇类 真菌的东西可以化了它 它有些这样的汁可以化了它,但是呢 除了这样,它有很多味道走出来的 所以呢 它的汁有时候可以制到另外的食品 是不会坏的 或者只有它的 所以可以放得很久 还有就是有些人吃开 蛋白质 就是protein,发觉 这些菇类又有蛋白质的 那你知不知道一只脚呢 因为我说起它和那些香港脚的拉伦 因为是同一个kingdom里面 那就是 就好像我们人类和马拉类和马 阿佳耶都是同一个kingdom animal kingdom 菜类就,你不要说菠菜呀 通心菜呀 全部的菜 都是同一个kingdom 菇类呢,就和香港脚的kingdom一样 那你会发觉呢 很过人的,但你闻到那股味呢 你会发觉 是呀 即是嗦嗦嗦 都挺吸引的 即是有些 会令你 你未必喜欢那股味 除非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脚味 你会发觉 都不错 你闻下去 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 好像觉得 博士,我想来清一下 因为其实小弟也有少少入厨的经验 帮佳太太 啊,好啊 如果菇类那些 通常我们的处理就可能先浸一浸 因为 它也是处理比较干身 嗯 你刚才说,例如我浸冬菇 冬菇水来说 你这个厨师的处理就说 不是呀,冬菇水很好的 很清香 很清香 会不会是 博士刚才说的那些 液体那些 是否就是 在那碗水那里又可以出现 有,周围也是 是的,因为那个冬菇已经是 Sexual Reproduction 男人和女人 通常是生小孩 就是生小孩 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做到 但是菇类为什么特别 在KINGDOM里面 因为它不需要 它可以男和男都生到的 女和女又生到的 但当你吃的菇 就是Sexual Reproduction 就是有男女的 变成了 有很特别的味道 因为它可以令到 它又有protein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追 追着它来吃 就说有蛋白质 又有 又又又又又又又 味道 这种很好 但你如果知道它 你要明白它的来源 有很多人就说 那脚有多少只真菌 很多人就觉得脚最多 最多只有香港脚和灰甲 但其实有80种 暂时来说 80种不同的真菌 在脚 在身和手 是的 是的 不过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味 隔底 就有一阵味的 有些人隔底是大一点 有些人隔底是小一点 但是也有一阵味的 不是所有真菌都制造了你喜欢的味道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可以学会去接受多一点 你会发觉 都可以 所以你会发觉 有些真菌用来做芝士 吐了一些东西 甚至 你会觉得 啊 真是不错 让到东西出来 原来是放得到口 所以有些东西吐出来 吐出来的时候 可以用 细菌 可以用真菌 真菌是慢一点 其实芝士 有细菌可以做芝士 亦都有真菌可以做芝士 你说你有些除类的经验吗 有没有试过 用真菌来做芝士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先说芝士 哪有这么高深啊 有些我朋友近年 素食处义很重要 是吗 刚才博士讲到 比如菇类 或者是 芝士 是不是用真菌 是有听过 那些朋友 尤其是喜欢自己种的 都是有些研究的 譬如有烤酒 那些 怎样釀出来 都多 但我自己都没试过 没试过 有没有见过 在超市有没有见过 绿绿的 在芝士上 通常 亚洲人就未必会买 但是有些叫 藍色的芝士 譬如吃鸡翼 芝士 芝士有些这样的 它们是一些mold 有些mold 所以可以 可以有这样的东西 不同的方法 对 我有问题想问你 就是有时 譬如我在冰箱 冰箱有些东西放了几年 有时开盖 里面就真的 有些绿色的mold 那那些又算不算是呢 很多东西都可以是 譬如你 楼下 美国 称有个 Basement 即楼下 你会发觉 濕一点 又濕 在墙后面 有时切开了 发觉 传媒起碟 那那些 又是一些 帽裙 念珠裙 又是一种帽裙 又是有些味道的 你会发觉 那些 那条底裤 有些念珠裙 有时候在这里 有一股味的 这个这个又是 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 它会出些味出来 它在咬的那个过程 不过我们中国人觉得 冬菇是很香味 香香味 所以 我习惯了 秋豆腐 秋豆腐都是一种 都是一些菌类 因为如果说了菌类 你会发觉 咦是呀 stinky的豆腐是什么来的 那这些就是一些菌来的 是的 但是秋豆腐就很因人意义 我自己就不行了 但是你说菇类呢 我就挺喜欢吃的 那譬如我问一下 赵博士你自己本身 会不会吃冬菇这些东西呢 灵芝那些东西呢 我自己呢 因为如果说过身体 我就喜欢 因为你医生体有很多种方法 我喜欢用一些 Plant Kingdom 就是菜类的东西 在阳光上去生长的 来医治的身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其实你看一下 有些 有些真菌 它就 没有那么霸道的 它可以和你一起 共同活在你身体 不过它都要 你都要养住它 植物呢 就是菜类 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不会在你身体里 住在这里 就是 做了铃居呀 有时候用一下你的厕所 用一下你的工具呀 它就没有这样的 吃完就算了 但是 但是真菌呢 是喜欢做些这样的 细菌又喜欢做些这样的 当然细菌有 有好的细菌 那些叫做益生菌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够 平时去吃 吃一些云吞面 然后放下去 想着它吃那些 它不是的 它要吃一些益生园 所以你的负荷 对于那个益生菌呢 你始终要放一些益生园 原来是对它吃的 可能有些益生园 又是对你自己本身 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咬了的 譬如炮菜 咬了出来的 你会发觉 吃得到呀 接受呀 对它的肠围也好 乳酪 又是 咬了出来 也好 因为它咬了牛奶 但是呢 如果你想想 就是 如果是 菇类的 它就直接是 阴阴阴阴阴阴的地方 咬了出来 它会怎样呢 有些paper 我都放在我Facebook 那里 稍后会放在 就是有些paper 就讲关于 如果你吃了 那些真菌 或者那些真菌 你接触那些真菌 会消耗了你一些 身体里面的 那些 叫做Glutathione 所以变成了 你自己本身 就会老化快了 身体会弱了 有些这样的根据 所以呢 所以呢 很多journal里面就讲说 吃回Glutathione 来保持身体 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一只酵素 是製造Glutathione 这个叫做 Glutath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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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吃回这只 就可以平衡身体 本身有的 但是日子内 由出生到 长大有时 譬如你吃了一些 吃了一些生果 譬如蓝莓 它不是那么新鲜 吃了下去 它会 用了你身体里面 一些 一些 叫做Storage 这些不同的酵素 製造Glutathione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一人吃回这些 这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 首先,如果开始回答问题 就要整天回答问题 那你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呢,他就问 又是问回之前说的 是的,那你不是被人骂了? 刚刚那次,那个人就说 他传入来,他说,你可不可以 跟Sindy说,不要叫他选择一些问题 选择一些聪明一点的问题 我想就是,什么叫聪明一点和不聪明一点呢? 那你就开始要分类了 那你就要,你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有时候你很惨鸡,你今天好些 因为今天你好像有了一个帮手 他是不是永远的? 是不是以后的? 是的,那两个人怎么都比一个人好 是的,是的 那没办法,就是不够人 是的 但是你多不多人,少不少人 你都不要那么紧张 所以他就叫你说,叫你分类哪些 哪些题目好些和不好些呢? 我那个朋友在香港都被人骂的 不是,不是真的 你回答问题 我认为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的 有的 有些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 那就说自己很聪明 是的,有的 是的,什么人都有 那我给了你的电话 就是你的text message 那个电话 我说你有什么东西呢? 你就在那个电话里 你问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message 还是他有没有发布他的题目 我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 我不知道是谁 是的 因为我又 嗯 我说一些问题给你听 好 这个又是问 他说吃苹果胶的时候 除了不可以和牛羹一起吃 我不记得你有说过 说不可以和牛羹一起吃 还有什么食物是不可以和苹果胶一起吃的呢? 嗯 嗯 问苹果胶何时吃最好呢? 如果早上胸肚吃益生菌 再吃苹果胶又行不行呢? 嗯 很多东西 那里可以救我们 你回答不回答 如果你回答 你想是最后那一节回答 还是这一节回答 其实呢 因为说起苹果胶吃什么东西 和他能不能吃什么东西 苹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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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胶就继续转下去了 因为这些东西不可以这样 隨便回答 那我要不就留回 哎呀 开始了 留回最后那节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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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今天就没吃碗面了 是 今天得到总监给面 何肯是参与 第一次参与这个节目 也是和博士在沟通中 关于今天的题 真菌这两个字 嗯 如果我们熟悉植物学的朋友来说 就知道是很有用的 或者是如何前用它 另一边呢 就是出现在我们对脚那里呢 就是比较负面一点 但是刚才博士提到呢 就是说是真菌那些味 嗯 就是那个味呢 究竟是香 不同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是 有些人觉得臭臭腹很香 有些人觉得挺不顺的 那些说起真菌 我去想起呢 我在雪櫃里面 放了几年的东西 打开就真的有很多菌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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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菌 原来是菌 那些菌都有很多种 那我们继续找博士讲 究竟我们这个处理的方面是如何 或者是再认识一些 是的 那是赵博士 好的 我们其实在医术里面 和在科学里面 最不明白就是真菌 我们反而明白病毒 最近还认识很多细菌 那譬如病毒 你今次知道 新冠肺炎病毒 都令大家 哇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知道的 是不是伤风感冒 原来发觉又不是 不过它又会令你有机会流鼻水 但是伤风感冒 平时那些 就不会搞到你没有了美国 就是每一种病毒 每一种细菌 每一种真菌 都是有不同的 虽然是同一个kingdom里面 就是说那些fungus 那些菇类 香港脚 它有些 就即情是一住了下来 它不单止不肯走 我说好似香港脚 那就是念朱菌 不单止不肯走 它还会慢慢慢慢等机会 占霸你的身体 那怎么占霸呢 就是呢 譬如念朱菌 它是会 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去到化疗 或者身体比较衰弱 它就会 占霸到整条肠都是 然后呢 就去针对你的肝 然后搞到肝 就伤得很紧要 搞到个人 就很难排毒 所以真菌这种东西 我这个也会放在Facebook 你越是明白这些东西 你真是想想想想想想要一些咸味 或者想要一些吊起的口味好些 但是用不用到这种东西呢 用不用呢 好不好呢 更加要明白 所以刚才Sindy问我 我用不用 我吃不吃呢 我就通常避免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呢 在科学里面 是最不明白 就是这些真菌了 真菌呢 很少药可以针对它的 和通常那些药 针对它呢 也都同一时间 很伤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人类和真菌 是最接近 比起人类和病毒 人类和细菌呢 我们会接近这个真菌 更加多些 所以呢 我们很难搞的 很难搞 嗯 那你有说到呢 菇类啊 灵芝啊 那类都是真菌来的 你说到呢 譬如虫草 虫草有医术功效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BBC有条片 我可能都放上去 然后那就发觉 一些矮吃完了 这些 这些 蟲草之后呢 从它头里边呢 爆了出来 之后呢 连那些 整些 禮的命都没有了 那不单se 一只 那个 gigantic的命都没有了 是因为所有矮呢 在它附近呢 都要死亡 那这枚 这种就是这样 即是它那个策劃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登 Gew学log od Stock School och课 科学课的 巨师那里面 就属於這個 fungus,是屬於最像人類 比起Bacteria和Virus,但是它還有就是它很有策劃的 即是它有能夠需要的時候,不就是男和女 不需要的時候,它就男和男女同女 即是它自己可以變成很多出來的 所以這些,還有它會有一個sporing的功效 剛才我說浸了一個basement,浸了一個樓下那裏 整停不整,有些人就說油了油算了 它在後面,繼續有些叫做黑色的mode,落了個身體裏面 可以令到小朋友,連考試讀書都會蒙茶茶的 即是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說在雪櫃裏,究竟那些吐出來是細菌 Bacteria,還是Fungus,真菌 很難知道的,而且一個跟另一隻不適合 對,扔掉它就算了 但就因為有些人那時候窮起來,沒有扔掉它 就發覺,咦,挺好味的 就製造了一些,吐了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是豉油,啤酒 啤酒也是用East,即是Fungus 那個Kingdom裏面吐出來 那你有沒有發覺,喝啤酒有個叫做啤酒肚 你喝完之後,它還在裡面繼續漲起來 繼續漲起來,繼續漲起來 這些就是當它一些East 進入了身體 其實是它怎樣呢? 就是當你沒有給它空氣 它繼續吐,它在那裏把尿出來 即是那隻East 出了一些尿出來 而那些尿就是啤酒 所以我們喝,我們就是在喝它的尿 即是如果你想很清晰去明白 那些是甚麼來的 變了出來,開始放水,放些糖 放些Yast 進去裡面,然後它就吐一下吐一下 但是除了吐,它還會出氣 所以啤酒就有泡 還有做麵包那些東西,都是用Yast 不同一種品種 然後就可以做到有很多洞洞 然後麵包就會大 所以就是說這些全部一個Kingdom 有沒有機會在一個不是那麼好的環境裡面 即是我們身體沒有那麼好的環境 而在它的角度就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越來越好 然後它就會去Expansion 即是它在那裏侵入你身體裡面 會不會令你皮膚癢 當然有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有Fungus的病 它會皮膚癢 甚至有些叫Eczema Eczema就是你平時的皮膚 起了一些 英文也叫做Atopic Dermatitis 那樣東西會搞到 有時候會有些其他菌走過來 什麼菌呢 你會發覺它會黏上一些金黃葡萄菌 看到拋開了,因為它喜歡吃血的金黃葡萄菌 另外就是有些co-presentation 就是除了有細菌的 有時候 我現在都會放出去的 有些人有Eczema 出來就會發覺它會有 念珠菌一種在那個位置 走出來 這些就要Cindy你們解釋給大家 中文Eczema是什麼 讓大家知道 你覺得沒有解釋 你沒有解釋的,Eczema是什麼 不知道啊 蛤 Eczema你要馬上查一查 因為我忽然記不起來 EC Z E M A 我經常說的 不過剛剛那一刻在說那些真菌 想不起來 EC E Edward C Z E M A X Z E M A E Z 什麼 E C E for Edward C for Charlie Z Z for Zebra E M A Z for Zebra E M A 濕疹 是的濕疹 講了太多英文想起 但是你要說回 因為你在那一刻要做 要不然那一刻那些人 什麼來的 是吧 念珠菌是Candida 你要放在那裡 要不然下次那些人會問起你 剛好就問起那些蘋果膠 蘋果膠越是生的蘋果 就越是多膠質的 越是熟的蘋果就越少膠質 所以我教大家用青蘋果就是這樣解 因為它比較多些膠質 是的 但是它如果少些膠質 通常熟的蘋果會怎樣呢 它就是多些糖分 那糖分喜歡做什麼 做啤酒也要加糖 很多時候我們吃得多糖的時候 如果我們消化不了 就會引致一些菌在身體 嗯嗯嗯 這樣就發得緊要 香港腳也會差一點 那些皮膚病 譬如濕疹就會差一點 就是這樣解 其實濕疹呢 好像很多人都有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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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斷尾的 有 當你控制了那個情形 你知道那個根底在哪裏 那你就可以斷尾了 一天都乾了 有時候呢 我聽人說是不用吃藥 那 可能等一等 等什麼就沒有了 吃藥呢 你就希望殺了它 或者令它停了 但是 如果你又再感染它 那就是很容易的 那譬如你想想 如果你叫外賣的 有人剛好你叫到你那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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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口 皮膚開了之後很多時候 問題不是癢癢和不癢 那麼簡單 是它埋口那一刻 埋得不均勻 整天在那個地方復發 在不同的地方 就算是暗瘡也是一樣 在那裏爆開暗瘡 下次又在哪裏呢 就是在那個位置 在那些位置 很難移位 譬如你拿一塊面膜 在每一個地方點一點有暗瘡 你下次會看回 差不多在那個位置 是的 一個毛孔傷了 傷了那個位置 很容易 菌就會走進去裏面 當然 暗瘡的菌 又是有不同的 英文就叫做 P.acnes 就是一種不同的細菌 Propionibacterium 如果想知道那些拉丁文 整個全名 但每一隻菌都有 每一隻菌的做法 的醫法 用途 但最重要是控制糖分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經常說蘋果膠呢 蘋果膠呢 蘋果膠呢 就會令到你 如果加了丁香 有機的 就可以令到你 人舒緩壓力 就沒那麼緊張 因為緊張很多時候 就會搞一些寒腺 走出來 寒腺也很適合 菌食那些東西 走一些寒腺出來 但是如果你製造蘋果膠 那一刻 就可以用一些甜一點的蘋果 除了它會輸完壓力 它會製造多了糖分 多了糖分 會怎樣呢 多了糖分 那一刻 你一喝下去 你又會多了些 多了個問題 就是太過甜了 身體 什麼菌都對 不過有些菌 再適合血 血多過只是甜 所以譬如吃肉菌 當然喜歡吃肉 和吃血 所以多過經常吃甜 但是它都會吃甜 所以你製造蘋果膠 那時候 最好 就是要用一些 生一點的蘋果 很難找一些很生的蘋果 如果生的蘋果 它都賣不到 所以它又不會想著 賣給你製造蘋果膠 所以我說的方法 就是買有機的 青蘋果就會稍微酸些 就會多了些膠質在裏面 而多些膠質 還有就是少些甜 就有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平時 平時除了喝蘋果膠 平時想吃蛋糕 那怎樣呢 吃蛋糕 你沒可能吃蛋糕 沒可能弄它小甜 小甜就不好吃 或者沒有了意義在這裏 但是有種草藥 叫做Gymneema 經常都說起它 如果你有這個真菌 有黏上身體 不知道做什麼事 你可以喝Gymneema 就會減低糖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Gymneema 就像Gym GYM N E M A 糖尿病都很適合 很適合用的 Gymneema 是的 趙哥士 你講起蘋果膠 聽眾就問到 他說 食蘋果膠的時候 除了不可以和牛筋一起吃 為什麼食物是不應該和蘋果膠一起吃的呢 又問蘋果膠幾時吃最好呢 其實牛筋 就是為什麼會牛肉 牛那類 很多時候我們買牛 它不單止是 已經有荷爾蒙在裏面 或者它不是吃草的牛 吃草的牛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它不是吃草的牛 同一時間你又已經減低壓力 同一時間你吃了那些牛 它的Histamine 就是它會令到你有沒有聽過 食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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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皮膚會有 可能會癢一些 那就是這個 剛剛對抗了它 你好像cancel了 那個蘋果膠加丁香的功效 但它不是cancel這麼簡單 cancel即是怎樣呢 就是當踩油 踩油cancel是什麼 不踩油 但如果你另外一種cancel方法 就是踩油的時候 可以踩brake 或者你踩油 現在車走得快 踩brake 那都是一種cancel的方法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 同一時間踩油 同一時間踩brake 都是一種cancel 不過車可能會壞 快壞 甚至即刻壞 所以蘋果膠 為何教別人呢 大家不要加上這個 即是在丁香裏面 超換了壓力 你不要加牛筋 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你這樣會 好像踩gas 和踩brake 那樣這麼簡單 同一時間 對了對了 你這樣做法 可以有些事 synergy 要講究 我現在和你講一下 synergy 就是熱狗加熱狗的包 熱狗包一定是長型的 如果是圓形那些 即漢堡包的包 就不太適合用 對不對 對不對 通常是這樣 熱狗和熱狗包 通常都是配搭 沒什麼特別 吃了熱狗當然是加熱狗包 但熱狗加杯咖啡 有沒有拉狂呢 有沒有拉狂 其實呢 或者加杯汽水 其實是沒有拉狂的 但你會看這些資料 你會發覺兩個都很流行 為何會這樣 因為兩個都是 人們喜歡喝的東西 最後 讓大家想想想一次 這個 pairing 就是茄汁和熱狗 這個不一定是會發生的 雖然很多時候都會發生 但絕對有東西可以看到 因為有些人喜歡放芥辣上去 有些人喜歡放榨辣上去 有些人甚至 喜歡一兩條茄汁線 一中間加一條芥辣線 可以這樣 有些人喜歡吃辣汁 在熱狗裡 有些人熱狗喜歡什麼都不放 因為那個配搭 分類到不同人做的事 但有些配搭 每個人都做同一件事 所以我就說如果那件事有therapy 好像蘋果膠加丁香 這件事 你如果是有很多時間的 不用太趕的 你浸的丁香也很趕 如果你有時間 又想拌其他人進去 Elderberry又有個配搭和丁香 如果你想這樣做 因為我們只有很少時間 每次都是這樣說 一說久一點 你會發覺又配搭得到 但如果你配搭那一刻 裡面的丁香 不可以用火候逼它出來 好像我們上次這樣說 你要用凍水來浸出來 和浸一個茶包 Lipton 茶包 稍微便宜一點 有時候 就要用凍水浸出來 因為你不想逼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但如果那個茶包很漂亮的時候 其實你逼它出來 它又不會很大問題 因為它的茶葉 所有東西都講究一點 但如果你多時間 是可以容忍這件事 其實最好就是什麼都沒有逼出來 就是這樣用凍水浸出來 然後才煮滾它 因為最後還是要煮滾它 但那個次序 前前後後 你和吃了什麼前後 吃了什麼一起吃的 全部都有關 下個星期再聊 下個星期再聊 拜拜 有很多問題 其實平時是怎樣 你說一個模式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麼多問題 嗯 其實因為大家聽你的節目喜歡 一喜歡就當然有多問題 有些人會問你 所以可以將來 可以選擇一節 專門解答支持聽眾的問題 嗯 試過這樣 有些人排隊去答問題 他就排一下排一下 有些人就不喜歡 因為後面那些人排到他們的時候 剛剛就停了他們的問題 有些人在香港 所以所有 就是我不選問題的 所有都是對方選的 我知道 不要緊 這個沒有問題 什麼都有人投訴 這個世界 嗯 好 不要緊 你喜歡我 我回答 例如有時候我會忘記了 濕疹 叫濕疹 我會說了英文字 那你那一刻 你要找回 因為很多問題 堆積如山 不是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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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選擇來回答一下 好 我下個星期再叫你 還有有人問你 現在是否回到30分鐘 還是怎樣 不一定 就要看回當天的廣告量 還有 因為有時候有一種東西 叫做廣告雜誌 廣告雜誌 是不定時的 但是那天有沒有人買 但是早一天就知道的 那你要早一天告訴我 對呀 對呀 好 那我早一天告訴你 大概的 星期五是幾個節 幾個分鐘 可以的 好 謝謝 不用 下個星期再叫你 下個星期再叫你 拜拜 哇 好噁心 你說香港的銅菇 我很喜歡吃 冬菇 現在都不知道吃不吃好 沒有呀 你可以照吃它 沒事的 這個是意志力 但是你起碼知道它的來源 在哪裡 OK 是